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营期货 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个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就会上旁边 今天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反弹商品多头主导 黑色领头煤炭大幅拉涨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今天强势反弹 商品市场也是多头占据主导 除了谷物和饲料板块小幅下跌之外 其余所有的板块都是泛红上涨 尤其是黑色系成为领长的板块 煤炭钢铁建材大幅拉涨 油脂原油化工也是联动走强 旁边多头氛围较浓 再来看到今天的涨跌排行榜 我们来看多头方面 前十个品种的涨幅都在2%以上 焦煤焦炭纯碱的涨幅超过5% 铁矿石的涨幅超过4% PTA涨幅也是超过了3% 可见黑色系和化工品的多头力量较强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除了鸡蛋菜破护铝 斗鱼的跌幅超过了1% 其余的品种跌幅都不大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一个走势 现在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强势的板块 那么黑色系也是今天领涨的板块 焦煤焦炭 那么日内是强势的拉涨 前期冲锅火了之后 今天呢 其余反弹 多头再次增伤 继续往前期的冠军位发起冲击 焦炭呢 更是创出新高的水平 表现非常的强劲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铁矿石发卖 那么目前呢 也是其余反弹 再次冲击前期的一个高点 融钢 肉卷 玻璃 那么都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呢 还是处于一个多头态势当中 那么再来看到 原油化根品方面 原油受外盘的影响 目前呢 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处于一个关键位置上 那么由此呢 也带动了化根品的表现 燃油 PTA 那么也是类似的一个走势 目前呢 再次起稳回升 处于一个区间震量偏强的状态 而纯减方面呢 近期是多头连续的增仓 创出近期的一个新高水平 并且往前期的高点发起冲击 目前呢 还是处于一个震量偏强的状态 可以继续跟踪 多头一个动能 再来看到 油脂方面 棕榈油 菜油 以及豆油呢 三大油脂 都是联动的走强 那目前呢 是处于一个区间震量偏强 那么关注它后市 能否进一步突破 前期的关键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 整个盘面呢 还是黑色系 部分化根品 以及油脂呢 占据了多头的主导 再来看到 日内表现比较弱势的品种 鸡蛋方面 那么日内是低开低走 处于一个冲高回落之后 再次回落调整的一个状态 目前呢 也是达到一个 关键位附近 4800关口 关注它后市 能否进一步走弱 再来看到双坡方面 目前呢 也是处于一个高位 区间震量调整 短期偏弱的一个走势 豆一 也是持续处于一个 区间震量的走势 那么关注它后市 能否进一步走弱 我们再来看到 护旅方面 护旅呢 近期也是 低破了一个 区间关键位之后 处于一个 弱势调整的状态 目前整体来说 还是处于一个 震量偏弱的格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 还是多头 占据了一个主导 我们给大家制定 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奇闻走强 重回盛世 优选趋势明朗品种参与 那目前可以关注的 强势品种 主要是黑色系当中 双胶 铁罐和螺纹 是联断的拉长 农村民当中 三大油脂呢 也是集体走强 可以继续跟踪 多头的表现 而弱势的品种 主要是鸡蛋和护铝呢 那目前处于一个 震量偏弱的状态 可以清仓短空 作为对冲的操作 目前商品 整体还是处于 多头周期当中 在横盘整理之后呢 有望继续向上发起冲击 那么可以优选 大方向明确的品种 进行参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 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